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兒 好久不見 身邊很多朋友就是會問我說有沒有推薦哪個廠商或是品牌的調酒器具 他想要買一套放在家裡想要喝調酒他就可以使用 嘖會不會有種可能 就像是我們也很久沒有出片了嘛 說不過就是放在那邊找灰塵 其實你真的想喝酒啊 你也很懶得把那些器具拿出來 然後說好我慢慢這樣仔細調或什麼的 我就是現在就要來一杯 那邊給你慢慢調怎麼可能對不對 好有些人可能可以想說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可以用家裡現有的器具就可以做調酒 首先我們需要杯子 我先把冰塊裝進去了 所以還有冰塊 杯子的話不一定要這種紅酒杯 那馬克杯其實也可以 如果有那種比較高一點的那種 我們叫做海保杯 那當然是最好 還要有湯匙 還有一個要量比例的容器 那我就拿一般的家庭應該都會有的量米杯 因為有些小支族啊或是住套房 可能沒有在煮飯或是沒有量米杯的話 氣勢也沒有關係 我大概也在跟你們說有什麼樣的方法 再來最重要就是酒 還有軟性飲料 那軟性飲料的話就可以包括 有汽水類的還有果汁都可以 好那我們今天會主要以 一加一這種調酒類型來跟大家分享 那什麼是一加一呢 兩個一就是代表兩個東西 那其中一個的話就是烈酒 另外一就是軟性飲料 一加一我們平常會在酒吧喝到 比較常見的會是 Gin & Tonic 勤酒加通靈水 HIGHBO的話 我們通常會聽到HIGHBO HIGHBO通常都是威士忌加蘇打水 所以烈酒加軟性飲料其實是也可以是 比如說高粱加雪碧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大家耳熟能詳的 耳熟能詳 嗯 常見的威士忌可樂 還蠻直白就是威士忌加可樂嘛 我要怎麼樣用這樣的東西來調呢 首先你可以量比例 那其實你說量米杯啊 這個刻度齁 我不知道這個是怎麼回事 就是它上面只有2468這四個數字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2468 它個別是代表什麼 但沒有關係 我就先倒到2 這應該差不多45嗎 我估計 差不多在這個位子 我剛剛有講到說 如果你家裡面有像兩米杯這種容器 可以讓你去量比例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直接拖看杯子 那就是你冰塊加飯滿 然後把你的酒倒到差不多快三分之一 差不多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湯匙的話就是拿來做攪拌的動作 酒下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稍微攪拌它一下 讓它的酒體溫度降低一點 然後讓它香氣稍微打開 OK 有一個要比較注意就是你的湯匙 盡量是後面貼著杯子 這樣子去攪拌它 你也可以像這樣比較 隨意一點啦 盡量不要讓它 冰塊跟杯子有太多的碰撞就好了 因為這樣可能有時候會產生 稍微多一點點的溶水 喝起來會有一點偏淡水調的感覺 差不多就是讓它有一點冰鎮 有起這個霧氣就好了 再來我們就加可樂 喔很有氣喔 倒的時候呢 盡量避免直接這樣沖下去 因為你這樣直接倒的話 直接撞擊冰塊 它有時候氣體會散失的比較多一點點 把杯子稍微請稀一點 這樣子沿著杯壁倒下去 OK 那倒的位置差不多快八分滿 這樣就可以 比例差不多就是 酒一氣泡軟性飲料二 湯匙的另外的作用是 大家均勻混合 那均勻混合的方式 除了攪拌之外 你可以透過湯匙這個 有一個像是袋子的東西 啊 然後把冰泡這樣稍微拉一下 讓它上下混合 OK 很紅酒杯有點難用喔 建議大家換筆的杯子 這樣稍微輕輕的 不要太用力 盡量避免它氣泡膳失的過多 OK 非常漂亮的氣泡膳 通常有沒有綿密的感覺 現在就來為大家試喝一下 蠻剛好的 很好 幫大家複習一下 準備好杯子加冰塊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加酒 第三個步驟加軟性飲料 第四個步驟攪拌 四步驟一杯小酒 是不是還蠻快的 很方便對吧 那除了氣泡飲你也可以加鍋之類的 我前陣子有試一個就是龍舌蘭 Takira 因為Takira本身就是有一個植物調性的味道 加紅辛巴勒 很好喝 通常軟性飲料像是可樂好了 雪碧啊 其實都偏甜 那如果你想要不要太甜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點檸檬 但檸檬就是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方便 因為像這些氣泡啊 或是你甚至烈酒 你都可以在便利商店買到 檸檬的話可能要再去超市買新鮮檸檬啊 或是去水果台買新鮮檸檬 炸檸檬汁 因為其實超市買那種檸檬汁 建議大家不要使用它 那... 相較之下新鮮檸檬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我也蠻推薦用氣泡水 那我這邊有選一個 檸檬風味的氣泡水 但它其實是不帶酸度 它就是有那個香氣 不怕酒感的話 我覺得氣泡水這種帶風味的氣泡水 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除了這樣子一加一帶氣泡 看這支影片的反應怎麼樣 想說是不是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個種類也是可以蠻方便 在家裡操作的一個類型的調酒 那麼最後希望疫情可以真的順利的穩定下來 可以趕快解封 那大家還是要好好的防疫好嗎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可以訂閱我們頻道 在下方留言 把影片幫我們分享出去 謝謝大家 掰掰